你的老板有前途吗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 最初是没有制度的 每天上朝开会 文官武将和他吵 乱七八糟 简直没有办法 书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 为了保持文化道统 也曾跟过楚霸王 意见行不通 后来跟随汉高祖 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辩护用的 见读书人就骂 所以书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 什么气都受 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 书孙通说不必心急 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 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天下 他去见汉高祖 建议制定礼法 汉高祖斥责他说 乃工具马上而得知 俺是诗书一伪 格老子 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 你读书人算什么 去你的 这时书孙通就顶他了 陛下 天下可以马上得知 但是不可以马上置之 天下你是打下来了 但是将来治理天下 不能永远打下去啊 汉高祖这种人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 个性固然强 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 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 问该怎么办 书孙通于是替他拟定计划 建立制度 几个月以后把锁定的制度礼仪潮般都演习好了 再请汉高祖出来作巢 那种仪式 那种威风 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 显然是大汉皇帝气派 汉高祖这一叔父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 秦始皇焚书坑如实 书孙通有办法自保 在秦始皇死了 二世结位以后 召集知识分子开会 向大家说 去说外面在造反 有没有这回事 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 都说真话 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 并劝二世改过 唯有书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 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 是乱传话说造反的 二世听了 认为很对 非常高兴 可是书孙通讲过这个话 自己就溜走了 他知道清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 所以长短经就说 书孙通阿鱼二世是一个知识分子 应该做的吗 于是赵瑞尹正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 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后人 对历史的看法 书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局 如朝班制度 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 虽然历代各有不同言格 但一直到清末 实行了几千年 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 书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 自汉代以来 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 一直受他的影响 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 对书孙通小结方面的批评 他从大处折眼下笔 说书孙通 负量主而尽 前者所为 书孙生息事度物 智力进退 于是变化 足为汉家如宗 古之君子 执而不挺 屈而不挠 大直若驱 道同威仪 该为事业王允说史记是一部报书 毁谤汉朝的大著作 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 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 史记的字句 司马迁是真者又真者 想谅主而尽这四个字 用得非常好 就是良秦则目而欺 良臣则主而是 测量测量老板 跟随他有没有意义 前途有没有希望 前者所为 前辈者人代表贤人 圣人 由道德学问的人 都认为这样是对的 是应该的原则 这八个字 已经把一般人 对书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在为这个生字 左申论说 书孙生西式度 生是先生 就是说书孙通为了继承文化 不知中断 希望有个好的社会 执行正统的文化 进退之间 他看得很清楚 在秦始皇时代 他没有办法 只好跟着时代变 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理 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 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 结果目的都达到了 他跟随汉高祖 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 等于当个副员 显得差事 拿一点薪水 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到后来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 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成为一代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隐身 古代所谓君子之人 直而不停 像一棵树一样 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 只有这棵树是直的 但这棵树也很危险 容易被人砍掉 所以虽然是直的 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 在这种时代是很难处的 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 就显得特别 就会吃亏 但要配合大家 和大家一样又不行 在治曲泽权的原则下 必须保持一贯的忠心思想 所以真正值得而行的人 就大直若趋 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 道童威仪 做人的法则 好像太极权一样 跟着混 结果达成目的 这就是书孙通的做法 这是说陈道的宗旨 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 为社会 为国家 为民族文化 为个人 要站住以如此之难 站住以后 要达到一个围攻的目的 就更难了 请不认可